Juan 我自己出席了今天的宣讲会员 我觉得他整个安排 都是對香港擺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另外我自己的感受比較深刻一點 就是無論是發改委的兩位負責人 他都是強調一國兩制 會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精神來發展大灣區 亦都解釋了我們為何要開展大灣區的發展 對香港有甚麼重要性 還有他們在講話的內容裏面很強調 在這個發展過程裏面 是要令到市民、人民是能夠得到好處、得到方便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未來裏面的大灣區這個發展規劃裏面 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種 Is there any time table, the detailed time table about the Great Bay Area? 其實在未來裏面 這個我想四個城市 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就會盡快去啟動、去研究 我想亦都可以多些聽各方面的意見 去推動 我自己希望能夠辯民的措施盡快出來 會令到香港整個大家的重視程度 和氛圍和大家的歡迎程度 我認為今天會有很好的議題 我認為今天會有很好的議題 要讓我們知道和我們一起討論 關於一個國家的議題 我認為香港會有利益的利益 因為在未來我們需要在未來的利益 我們需要在我們利益的利益 因為今天這個宣講會是一個就主的干擾裏面有一個宣傳介紹 當然他們會重視解釋下未來發展的方向 為何要這樣做 而那些內涵的東西我想會隨著一路深化下去才能夠發出來 而我覺得今天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也講了一些未來的規劃 那些都是比較具體的 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一定變民的措施要盡快去開展 譬如在香港人回到內地的個人鎖得最方便 如果能夠有一個譬如港人匡水的做法來講 這一點我覺得盡快能夠落實來講 我想這個鼓勵了大家在開拓這個大安區看到我們有什麼好處 另外我們在各個口岸的安排裏面 能夠盡量方便出入 方便車輛的出入 這些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包括就是金融方面 能夠不影響國家的金融系統 不會帶來一些什麼風險的情況下 要盡量去開放出來 我想香港人受惠就會有一個感覆 好嗎? 謝謝 我想創科方面 亦都香港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香港會和國家和大灣區的各個城市 去通電合作 好 多謝各位 Sorry… Sorry,I can't hear OK 謝謝 特首提到說 我覺得之前這些大家相片的分為合